好,感謝主導,我們接著由一位姊妹還有一位夫婦來跟我們做見證 先請教訓姊妹來跟我們做見證,預備 對你們其樂,對同家生姊妹,從小就在這位生活裡長大 因為其實小的時候我常常會在想,什麼東西會存到永遠 甚至因為自己會慢慢的長大,甚至變老,我會感到很懊惱 但長大之後才發現原來就是因為我裡面有追求永遠的感覺 所以事實上沒有東西會存到永久,只有這位神是會存到永遠 我跟大家分享,也在求學生活裡對主的經歷 對,考大學那一年因為要預備考試,所以常常來到主治區會的時候 就是播完點這種一部分希望要去讀書,一部分是覺得聚會很無聊 久了久了就都習慣了這種的聚會模式 所以仙小與姊妹有來往接去 大部分的時間呢都是花在讀書上 但其實我常常覺得很空虛 我知道考完試之後,沒有其他的理由我可以拒絕這個聚會的邀請 所以我之後又重新回到聚會裡面 但是一開始我回來的時候會覺得有點害怕 因為很久沒有出現,感覺這裡已經不再是屬於我的地方 但其實這天一來到的時候,我覺得這是一個轉變 我現在看到每一位還是很喜樂的看到我跟我關心的家 不要把我當成外人 不要把我當成外人 不要再之後很開心,分享所享受的上大學的人 這一切的豐富都是在神的家裡面才有的 從十天一般三十三天一節所說 看哪地生恆露同之,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請你都向神獻向感性 我花很多的時間在追求課業可以得到滿足 但我所需要的供應其實都在神的家裡 那在上大學的時候,其實就是更大的誘惑 就漸漸的時間,不是花在讀書上 而是花在各種社團的活動 所以又開始的就是沒有再聚會這樣 就過了一個混混混混的生活 但到大樂的時候就心裡想 難道我一生,就是我難道我大學生 我就要這樣四年就過完了嗎 所以就是就決定要去申請這個轉學考試 在準備的過程時,彷徨也很無助 因為大部分的時間我都要拿出去跟同學玩 或是在花在這個社團的思想 所以我對自己沒有任何一點把握 我能做的一件事情就是 不斷地向主耶穌祷告 每一次想要自信心的時候 我只能夠大聲地呼求 噢主耶穌 我能夠把我的焦慮交到祂的手中 我的魂就能夠得著你的平安 因為我知道這一切都不在於我 不在於能幹我的主 所以漸漸的我的時間呢 不再是花在讀書也不是娛樂 而是更多的與主祷告 因為我們只能夠一起享受 從神話來的動力 我曾經我也很多次想 到底我人生中發生自己的意義是什麼 就是人不能活到永遠 所以我讀了很多書 那這些知識也沒有辦法存到永遠 所以沒知道我這個 雖然我沒有很 就我還年輕 但我想到我的人生中發生的每一件大事 就能發現這都是主讓我隨行傳上祂的機會 因為我們這位主交通的經歷 是可以存到永遠的 所以這位神是永遠的神 我們遵求其他的事物 都不會讓我們感到滿足 只有這位神可以 我想跟大家分享傳道書3章11節所說 神到萬物碩案即時成為美好 又將永遠安置在人的心靈 我們隨便行完這處經節 其實神所在中歷史時代以來 就在運行的一種要有目的的感覺 除了實力光之下出身以外 沒有別人可以滿足這種感覺 因為我們只是按著神的形象所叫的 所以我們人裡面有靈 所以當我們接受它並承受它的時候 我們才會有這種永遠的感覺 永遠的事物就是這位神的自己 所以短暫的事物就不能滿足人 我們的時間儘管花在學業 或是它們熟視的娛樂上 都不能滿足我 像這位永遠的神 就是這位主耶穌自己 要滿足我心深處這種 害怕會失去 會沒有辦法達到永遠的感覺 身處要所追求的就是這位主耶穌自己 讓大家也能夠得足這位主耶穌 讓我們所做的每一陣子都能夠傳到永遠 阿倫 阿倫